为了强化捷运系统安全维护 台北捷运公司跟台北市警察局捷运警察队 攜手举办旅客安全2.0 紧接吸力安全给力的试试记者会 副市长黄珊珊跟清零现场共同试试 希望让旅客乘车更安心 经营保全人员站在乐堂门旁 仔细观看是否有可疑人士 另一名保全人员更是在乐坛内巡逻 让有心人士不法知徒不敢轻举妄动 旅客能够安全安心的搭乘台北捷运 预防剩余治疗 与其等到事后发生再去找人 那还不如说让他在可能想要做这样的行为之前 因为我们的见景率增加 他认为他可能会被发现 他可能就不会做这样的行为 台北捷运公司与台北市警察局捷运警察队攜手 举办旅客安全2.0紧接协力安全给力试试记者会 扩大车站守望勤务和车询机制 建构陈密捷运安全巡逻网 旅客乘车更安心 经警退伍的背景的人员 所以他们有比较专长的一个这样的能力 可以协助我们去做一些安全的防护 旅客安全2.0的目标是为提升系统见景率 借由捷警保存人员的互补合作 增加勤务灵活与机动性 以防偷拍防信骚扰防暴力犯罪等重点训练项目 希望提升人员对全面紧急危害时的应变能力 记得藏华传报道 台北捷运建坛站旁边发生了抢案 38岁的酌性毒虫缺钱买毒 趁一名女驾驶下车没有锁门 上前行抢 从后座勒住驾驶的颈部 抢了皮包之后就跑 幸好有热心的男大生帮忙抓人 而警方顺势逮捕嫌犯 也将她依强盗罪移送罚办 女子开车行经捷运建坛站 正在停等红绿灯时 忽然一名歹徒从右后车门进路 抢勒住她的脖子 抢劫皮包后随即落跑 这时刚好有男大生路过 看到被害人求救 立刻上前协助围捕 警方也迅速到场 将抢匪成功压制逮捕 38岁的酌性嫌犯 因为毒品案遭桃源地检署通气 搭车北上又转坐捷运 疑似缺钱花用 才刚出站就发现被害人 于是心生歹念 上车抢抢皮包 士林分局启动线上快打 拦截围捕 征讯后除了将她解送归案 并依强盗罪 依送法办 酌性犯嫌 见到被害人将车辆停放在路口的时候 健壮从右后车门 详行进入 并且强热这个被害人的脖子 取得财物 那一旁行经一旁的路人健壮 被害人的呼救 那建议有为上前协助维护 并且报警 士林分局呼吁 汽车驾驶停等红灯应将车辆上锁 妥善保管个人物品 减少暴露风险 警方也会持续加强巡逻 路检等勤务 绝不给予犯案机会 维护社会治安 记者游祥亭台北采访报道 台北市文山区一名12岁的男童 因为不服家长的管教 竟然在深夜离家出走 一转眼人就消失在大街上 妈妈虽然立刻追出门 但早已不见 儿子踪影 吓得立刻报警 文山第二分局的远警 在半小时后 在公园找到了男童 除了家已开导安抚 也通知家人将男童领回 总算化解一场虚情 您有报案是不是 那你小朋友怎么会跑出去 接近午夜时分 焦急的妈妈慌忙报警 原来她担心赌气 离家出走的儿子 在外头发生意外 因为不论手机如何拨打 都无法接通 只好请警方协巡 金美派出所远警获报 立刻调阅周边路口监视器 寻找男童踪影 并前往报案处 附近的店家询问 最后在景华公园查看时 发现儿童游戏区有一名男孩 正蹲坐在地上发呆 赶紧确认身份 弟弟 你知不知道你妈妈在找你 你今天怎么会突然想跑出来 远警大哥哥温情关怀 让孩子瞬间卸下新房 除了将男童带回派出所 也察觉孩子还是闷闷不乐 便耐心引导他说出离家的原因 经过开导 男童终于释怀 表示再也不敢任性离家 让父母担忧 家属对于警方在半小时内 就将孩子巡回 相当感谢 文山第二分局表示 警方对于失踪人口案件 都以同理心谨慎处理 但也提醒家长多多关怀 家中青少年 适当掌握孩子交友跟外出情形 保持良好亲子互动 避免孩子污入歧途 记者库山友台北采访报道 国民健康署从107年开始 针对青少年吸烟行为进行调查 经过三年的时间 发现使用电子烟的比例 从2.7%上升到6.6% 严重了危害青少年的健康 因此呼吁修法禁止贩售电子烟 同时把禁烟的年龄提高到20岁 让正在发育的青少年 能够远离烟害 国民健康署针对国高中学生吸烟行为调查 短短三年内使用电子烟的比例 从2.7%上升到6.6% 严重危害青少年健康 因为电子烟内的尼古丁容易导致成瘾 还会影响大脑发育 让年轻朋友学习力下降 甚至无法控制情绪 那成瘾当然青少年就会依赖 那第二个危害呢 其实它是会影响那个神经的整个作用跟发育 所以呢其实青少年很容易专注力会下降 还有呢自我控制力也会下降 甚至于影响情绪的一个调控 电子烟入侵校园多半来自同侪影响 很多人好奇吸了第一口 从此成了吸烟族 尤其电子烟常与酷炫外形 添加花果香 吸引青少年尝试 国建署邀请学者专家编制电子烟防制教材 教学生认识烟品 拒绝电子烟 那我觉得其实这套教材 在最后有做一个迷音图的倡议设计 我觉得其实对于孩子们的文化 会更有共鸣感 他们的自文化 所以他们就会透过这个迷音图 然后呢去写一些倡议宣导 剧烟的句子 然后甚至跟大家分享 电子烟教材结合动画闯关游戏 吸引年轻人参与 国建署也呼吁修法全面禁止贩售电子烟 把今年年龄拉高到20岁 希望让正在发育的青少年 远离烟害守护自身健康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台湾结婚年龄逐年的增加 人口数呢更呈现负成长 为了刺激结婚率呢 台北市民政局推出了多项政策 松山区公所也一连举办了两场单身联营活动 带年轻朋友一起到猫空搭猫懒逛动物园 透过活动的安排 增加认识异性的机会 最后成功促成了13对家 众人匕首画脚互相拆提 气氛热闹融洽 请借着一行人分组寻宝 来到动物园解谜完成任务 松山区公所举办单身联谊活动 开放20岁以上年轻男女报名 规划搭猫懒逛动物园行程 拉近彼此距离 来自己给我一个大爱心 谢谢给我一个大爱心 好来我们要拍照了 参加联谊活动增加认识异性机会 松山区公所今年连续开办两场报名 几乎都是秒杀 还成功促成13对家偶 有机会能修成正果 公所也特别准备松山骑游宫 妈祖加持的爱心所 祝福年轻男女早日找到心仪的另一半 那我们希望呢 大家透过这样子的一准天的一个户外的行程 可以认识更多更多的朋友 那也希望呢 大家可以找到命定的另一半 那今天整个活动过程 也会送我们持有工 松山持有工的爱情所 那那个爱情所 会给大家带来好运 单身联谊活动为台北市民签红线 同时结合观光旅游 推广台北市各景点 希望能借此提高结婚率 为逐年下降的人口数 止跌回升 谢谢邱世民台北报道 加斯斯已经取名三头 并抽红社会 你要想想看 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选择不要再扯 你不能这样加入我们 在联盟楼站里吗 没有人会知道是你外流的东西 我们算是同乡 这是我给你的 优惠 我还是觉得哪里怪怪的 我觉得 我觉得很好 我会看 你不能这样加入我们的联盟楼站里吗 没有人会知道是你外流的 放心 我们算是同乡 这是我给你的优惠 我还是觉得哪里怪怪的 我去 我去 我去看 我去看 我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新北市府团队今年7月份在新庄区公所参加行动治理座谈会 林耀常区长表示里长总共提出了31个案件 公所将持续追踪之外 同时也会整合相关局处加快作业进程 来协助里长解决问题 共同为市民朋友打造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 关心地方建设发展 市府团队今年7月份在新庄区公所举办行动治理座谈会 林耀常区长表示里长总共提出31个案件 而聚焦重点包括公墓公元化 塔辽坑西废河道增建设施等议题 这对市府和公所来说都是最重要的施政重点 今年在上个月市长也到我们新庄办理行动治理 那整个里长提出了31个案件 那包括我们公墓公元化 以及我们塔辽坑西旁边要设置相关的一个步道 还有我们这一个第一公有市场 希望改建的时候能够退缩 还有文德文明活动中心改建的旗程要加速 等等的议题 我想这些议题我们都是市府重要 跟公所重要这个施政的议题 针对里长所反映的各项议题 林耀常说公所方面除了持续追踪之外 同时也会整合相关局处加快作业的进程 共同为市民打造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 里长提出来的这些议题 我们定期都有在追踪跟管卡 那由公所这边来整合相关的局处 共同来完成这些民众跟里长提出来的 相关的一些议题 区长表示行动治理座堂会 之108年启动到现在已迈入第四年 区区列管案件共计有84个案件 已完成73个案件 达成率更高达8成左右 亮眼成绩代表公所和市府团队 齐心努力的成果 移动治理已经从108年 办理到今年已经是第四年了 里长总共提出了84个案件 那我们已经完成 解列的案件有73个案件 那完成率是87% 那我想那一个里长提出来的这一些意见 都非常的宝贵 那市府也非常的一个重视 透过座堂会加速了解里长反映地方问题 驱空所扮演着整个桥梁的角色 将会逐步为各项建设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 落实行动治理的目的来协助里长解决问题 记者黄又贤新中报道 细致U-Bike 2.0租借站持续的增加 在细致无独火车站虽然已经有U-Bike的租借站 但是只要上下班的时间经常租借一空 所以在火车站靠近长安路测 也找到了适合地点 预计在年底前再设置U-Bike 2.0租借站 平常时间只见U-Bike已经设没几台 更别说是上下班的时候 细致无独火车站平时搭车的人不少 其中有人会从乡长或是宝藏地区 带骑U-Bike转程很方便 虽然这一站的U-Bike数量不少 但是有时候下班搭火车回来 却还是会碰到U-Bike被租借一空的情形 有啊 长期啊 就不用搭公车 不用等公车 那很自在啊 下班以后就车可能就比较少了 因为下班以后学生还有一些下班族啊 大概都骑走了 那就刚好下班刚好放学啊 所以就说就觉得 这个车量就不够 无独火车站前沿的U-Bike 因为大概有四五十驻啦 但是使用量确实非常大 常常有找不到车子的状况 或者是说 回来的时候要交车 没有空间让他交 这个会产生一个民众的一些困扰 无独火车站U-Bike租借站有四五十驻 不过需求量实在太大 经常供不应求 所以地方也找了火车站 另一侧也就是长安路 这里目前停放机车的位置 希望能够设置U-Bike 2.0 那边大概供应我们坚程路啊 还有香长里啊宝藏里这边 还有长安里本身的需求 那因为需求量还算蛮大的 那我也请我们交通局来协助 大概在现有的无独火车站这个前面滑谱这个位置 我们大概会增加了十几处的这个U-Bike 2.0 让我们长安路这边的民众来方便使用 在经过会刊之后 也预计在年底前增设U-Bike 2.0 让民众搭火车接驳转称 骑U-Bike租环更方便 这场惠林细致采访报道 林口民族路上的例行公园呢 是区内两座宠物公园之一 日前的公所针对这个园内的环境来进行改善 现在已经完工了 并重新开放民众使用 公所大声地呼吁呢 民众携带宠物前来玩耍的时候 如果说宠物随地大小便的话 也请身为主人的你 随手清理 共同维护公园内的环境卫生 为在林口民族路上的例行公园 是区内两座宠物公园之一 有民众反映 园内草皮枯死 泥土裸露 让许多似足感到不便 公所获知讯息后 立即针对园内环境进行改善 日前已完工 并重新开放民众使用 近期呢已经完成了 就是整个一个排水高层的 一个重新的布设 以及重铺这个草皮 然后也加大了这个 就是一点这个 入口的一个铺面的面积 那希望能够给这个 我们的四组呢 能够带来一个更安全 更完善的一个 宠物的一个活动的空间 公园四周设置了围栏 园内也贴心的为宠物 设计了上下斜坡道 跳高轮胎架等 让宠物能在此开心玩耍 享受刺激乐趣 公所在这里也提醒 我们的爱爸爱妈 如果带你的宠物到这个 公园来游玩的时候呢 记得要随手清理这个狗便 让这个环境更美好 留给下一个使用者 更干净的空间 公所大声呼吁民众 吸带宠物前来玩耍时 若宠物随地便便 也请身为主人的您随手清理 公园旁设有狗狗便便带 欢迎民众善加利用 共同维护公园内的环境卫生 记者虎与萱领口采访报道 由李国鼎基金会 人工智能产业协会 国鼎数位学院主办 新北市议员候选人 黄新华协办的 无人机体验营 在新和国小展开了 三个梯次的学习课程 黄新华呢 希望借有这样的课程 让孩子们了解 无人机的应用范围 进而启发对 科学研究的兴趣 小朋友专注地听着讲解 在老师的说明下 了解无人机 能够运用的范围 由李国鼎基金会 人工智能产业协会 国鼎数位学院主办 以及新北市议员候选人 黄新华协办的 2022暑期无人机操作体验营 22号在新电新和国小 展开三个梯次的课程 其实无人机呢 可以提供你一个3D的视野 不管是小朋友要研究 我们这个树梢的生态 研究河岸的污染 或海岸景观的转变 甚至现在极端气候 很多的山坡地的崩塌 将来小朋友都可以利用无人机 当做一个最好的工具 在他未来的学习过程 他累积他这个数位 学习履历的过程 都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我们希望看到小朋友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很好的累积 新和国小校长方文仪表示 随着科技进步 这样的学习体验相当新颖 所以一开放报名 一下子就额满了 他也期盼小朋友 可以收获满满 开创学习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你看在操作无人机方面 是不是要专注力 是不是要手脚灵活 而且碰到什么问题 马上就要独立自主来解决 所以我是觉得无人机的课程 在学校里面 如果说能够持续去推广的话 我就对小朋友的学习力上 一定可以提升相当多 新北市议员候选人黄兴华表示 现在无人机广泛 被运用在各个领域 所以透过课程体验 启发孩子对科研方面的兴趣 同时希望未来能够导入更多 实验性质的课程到校园当中 让孩子能够更熟悉使用科技工具 累积科学学习方面的素养 我也希望能够导入更多 这种实验性质的课程 把大自然的观察 跟大自然生态的魅力 能够带到小朋友的一个 这个教育里面去 第二个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理工的出身 所以我希望小朋友在小的时候 都可以学习到 包括现在最新的这些AI的知识 还有刚刚我们提到 这一次的这个无人机的工具 我觉得这两项东西 除了富含这个科技的成分之外 在将来小朋友 他未来的学习过程当中 都会是他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跟他的助手 2022暑期无人机操作体验营 每个场次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小时 但透过了老师讲解 小朋友可以认识无人机的基本构造 APP使用以及食物操作等等 更重要的是带领孩子探索科学 深化他们对科研领域的学习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新北市新店安坑国小师生 自编自导自演防疫影片 参加教育部国教署举办的 校园健康主播评选活动 荣获佳作 校长陈玉芳特别感谢 所有辛苦筹备跟制作的师生 全校予有容颜 疫情是虐想 截至目前为止 全球社长人数突破四亿大关 安坑国小小主播播放新闻 架势十足 由安坑国小师生自编自导自演的防疫影片 参加由教育部国教署举办的 校园健康主播评选活动 荣获加做好成绩 校长陈玉芳特别感谢 所有参与制作的人员 这一次的影片制作 非常感谢我们的潘婷姻组长 以及苏贞傅老师的一个指导 还有相关我们全校的师生 共同来做配合 学务主任吴锡元表示 这支影片是在师生齐心 努力下共同完成 虽然经验不足 但是参考了很多资料 不断进行修正 才能有这次的好表现 而影片内容 针对了这两年来 最重要的防疫工作 以及全民健保等多元议题 希望这次能够作为 校园宣导的教材 建立正确的健康观念 针对我们的这一个防疫 还有用药安全 全民健保 以及势力保健 来做相关的报导 然后让我们的小朋友 希望由这次影片里面 能够知道说 注意上面所讲的三点 能够注意到他的安全 然后同时能够达到 先导的效果 影片中也模拟疫情指挥中心 每日记者会 并且由学校老师担任 手语翻译相当逼真 令人印象深刻 我们也邀请我们特教老师 林娟老师 进行手语的演出 让整个新闻的画面 更加的完整 安科国小校园健康主播影片 透过安科国小师生集资广益 融合丰富的议题 设计活泼且创意十足的教材 不仅在影片制作能力上 大大提升 同时也强化了学生的健康素养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请注意 未来民众协助检举交通违规 动态部分已对交通安全 危害性较高 且警察不义实施 稽查取缔之违规太阳为主 如恶意逼车 闯红灯等 静态违规 则以严重影响交通安全 与秩序的违规停车 如并排停车 在路口违规停车等 另外连续违反 同一规定违规行为 时间相隔不到六分钟 及行驶没有超过一个路口 只能合并举发一次哦 其他交通违规 人可拨打110 请警察到场排除 维护交通秩序 全民吸手马关 共同维护交安 内证部警证数 感谢您 你以为是糖果 咖啡或奶茶 可以提神 其实这些都是毒品 新兴毒品以可爱包装 混入多重毒品 让你降低戒心 小心这些 好奇仪式 青春仪式 防毒反毒 不碰毒 人生总会遇到许多风风雨雨 你被不予理会 也可以提前防备 你可以一意孤行 也可以起身远离 See you 你可以钓鱼清新 也可以起身小心 记得下载行动水晴APP 协助你度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经济部水利数 啊哭口婆心 车货现场拍照 录影五原则 车货发生五人受伤或死亡 汽车上等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 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 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一并摄入 四 拍摄碰撞点 车损部位 及掉落物等击症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啦 8月30号就要开始了 由于国内的疫情 持续的延烧当中 因此学校也提前准备防疫工作 新北市新店安坑国小 正持续的进行校园大清销 防疫物资准备等等的工作 需要让学生呢 这个安心回到学校上课 新北市公中以下学校 将在8月30号开学 原目前国内疫情持续延烧 所以学校也开始 进行防疫准备工作 安坑国小校长陈于芳表示 包括全校清洁消毒 盘点防疫物资是否充足等 都陆续进行当中 我们即将要开学的 那学校相关防疫措施呢 也积极在做准备 比如说呢 整个校园环境的大扫除 以及呢 厕所的清洁 还有呢 暑假期间呢 很多老师呢 都已经返校呢 来进行 班警环境的整理 跟清洁消毒 我们尽量呢 让孩子呢 在开学前呢 整个校园环境呢 都能够干净清爽卫生 至于开学后的防疫措施 陈于芳校长指出 包括戴口罩 隔板使用等都持续办理 此外 如果师生有确诊情况 也将遵照 疫情指挥中心 公布指引实施 我们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呢 也非常重视 孩子们的午餐的防疫卫生 也特别拨住经费呢 补助呢 那个购买呢 新生的防疫隔板 另外也呼吁家长 多注意孩子的身体状况 如有发烧等身体不适情形 务必要就医 并请假在家休息 记者沈小旦采访报道 为了关怀弱势血统的需求 新北市议员王威远呢 特别结合了国际狮子会 300B1区 捐赠2100份的 备餐口粮诗爱包 以及300万的大燕麦片 给三重区的吉美国小 跟卢州区的中益国小 希望强化社会安全网 让孩子免于挨饿 开学在即 为了关怀弱势血统的需要 新北市面王威远 特别结合国际私质会 300B1区 捐赠2100份备餐口粮诗爱包 及300万大燕麦片 给三重区吉美国小 和卢州区中益国小 希望强化社会安全网 其实我们很担心有一些小朋友 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可能正在挨饿 或者是正在 有一些生活上不够圆满的地方 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 募集了很多的资源 让我们的学生可以来使用 那透过了这个学校的一个发放的过程 我相信也是在建群我们的社会安全网 卫园议员在地的服务 非常的深入校园 所以说当校园有需要的时候 他会来跟我们私质会来接轨 然后我们私质会会提供所有的物资跟能力 备餐口粮诗爱包 内含八宝粥 营养口粮 虽然分量不多 但至少可以让弱势学童免于挨饿 对于议员及私质会的爱心 校方表达由衷感谢 我们这些收到的物资呢 会校内先盘整 目前校内弱势家庭 或是脆弱家庭 他们有需要的 我们会在开学的时候 向这些物资发放给孩子 带回家做一个使用 私质会指出 这几年疫情让大家都不好过 而孩子是我们国家未来的希望 不希望积贫交叠 造成社会成本增加 希望借此抛砖引玉 让更多私有及社会大众 一起加入社会服务的行列 三年年轻轻 关怀共事学童 在 下周即将开学了 面对本土疫情可能再起 台湾金山财神庙慈善会 在新学期开学之前呢 再度捐赠午餐防疫隔板 给金山万里石门地区 共15所中小学 以及幼儿园的入学新生 加会学生人数呢 达到550人 期盼呢在开学之后 学生用餐有隔板可以使用 安心用餐 不用受到病毒的威胁 中小学将于下周开学 面对本土疫情可能再起 金山财神庙慈善会 再度捐赠午餐的防疫隔板 给金山万里石门地区 共15所中小学 及幼儿园的入学新生 加会学生人数达到550人 由万金时各受证的学校校长 与金山区长代表收下 期盼开学后 学生可以安心用餐 不用受到病毒威胁 金山财神庙呢 这一次有这个机会呢 能捐助我们万金时学校 这个防疫隔板 那这个隔板呢 它是除了作为防疫之外呢 它还可以当作小朋友的书店 那这个多用途的功能呢 除了未来呢 小朋友之后可以一直沿用下去 那慈善会呢 一直致力于万金时这边 照顾我们这些偏乡的孩子 那除了让他们有 在物质上呢 享有一样的市区小朋友一样的一个 一个硬体设备 那我们也透过呢 举办了一个说故事比赛 让小朋友一个表演的舞台 疫情传播最广泛的传染途径为 飞沫传染 而开学后 校园将重新面对防疫的考验 因此金山财神庙慈善会 也在这学期开学之前 再度捐赠防疫隔板 给即将入学的新生 建议保障学子们的安全 毕业点五 新冠病毒正悄悄地展开蔓延 今天我们拿到这些隔板 除了心中满满的感动 也更增加了我们继续对抗 病毒的决心跟信心 在这边特别再次的感谢 金山财神庙 不仅在我们的孩子学习 在孩子的活动 也有这么大的帮助 尤其在孩子的健康 更是全心全意的 奉献跟协助 虽然新冠疫情 在全体共同努力下 已经稳定控制 但变种病毒的反弹 让防疫的工作 仍不可松懈 尤其新生即将入学 开学前相关的防疫物资 准备将是学校的重点 而万金十个国中小学 都相当感谢 金山财神庙慈善会的 爱心善举 捐赠午餐隔板 以确保全校学生 都能在用餐时 安心吃饭 而家长也能够放心 将孩子送到学校上课 据照片 韩金山采访报道 由新北市金发局发起的 新北严选网络票选活动开跑 8月16号到8月28号 这一段期间 民众每天都可以上线来投票 为心目中的严选店家 加油打气 分为特色商品 美食名店 等等五个类别 在北海岸 也有多个店家参赛 其中的万里飘香 50余年的海鲜餐厅 以及三只浪漫出了名的櫻花酒 都在名单当中 票选已经接近尾声了 邀请民众投下神圣的一票 近来大家的社群平台里 最行的话题 非新北严选网络票选活动莫属 从8月16到8月28期间 民众每天都能上网投票 为心目中的严选店家 或是喜爱的伴手礼 加油打气 在北海岸 也有多个店家参赛 其中万里区飘香 50余年的海鲜餐厅 与三只区最浪漫 樱花酒都有参赛 争取成为新北严选店家 或是伴手礼的机会 新北市推出新北严选特色商品 美食名店争选活动 我们共分为5个类别 邀请超过450件商品参加 在8月16号到8月28号 只开放网络民众票选活动 欢迎大家一起用行动 支持你心目中的新北严选商品 为了要推广新北市的特色商品 和美食名店 集合新北市内多个店家餐厅 举办的票选 其中在万里飘向50多年的海鲜餐厅老店 老板说自家的海鲜新鲜看得见 参加票选活动 就是希望让更多人发现 为了为我们地方发展观光资源 而且推广铺 使我们美食的店家能铺光力更高 因为我们这边 在地已经做了50几年了 我们都诉求平价美食 以最新鲜的海鲜提供给顾客 还要以制作浪漫樱花酒出了名的三军农会旁 文创仓库与餐饮 也将樱花酒与角白笋翠片推出参赛 要透过特色商品 让三只的特色一目了然 今年推出的一个新北严选的豪力的话 是我们的樱花酒 我们的花剑樱花酒 为什么叫花剑樱花酒呢 因为里面会有一只樱花在里面哦 樱花花瓣飘飘飘在里面哦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用我们三只在地的一个樱花 然后呢我们在樱花 再加上我们的樱花果实 然后去酿造成了一个樱花酒 然后这个是我们新北三只这边的特色哦 我们三只这边是全新北的 新北市的话 我们三只樱花最多的地方 然后我们就收集那个樱花 来做成我们最好的一个樱花酒 业者也期待 透过参与新北市进发局举办的 新北严选活动 让自家的特色被更多人看见 吸引民众投票并实地的到访店家 或是采购办手里 让新北严选的美食与民店特色展现 也让疫情后的商家 能够永续经营下去 介绍品和三只采访报道 拜拜 奶奶 我是让你停在安全的地方等 看红绿灯集来车 听车辆警示音 再走行川线就是斑马线啦 哎哟 新人听看听 才是安全好习惯 我不要得肠病毒 完全免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 我不要得肠病毒 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报往啦 有人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 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 老师说 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 新鸡手 脏卫生肠病毒 远离我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专业盗播电视频道是典型网络犯罪 购买盗版盒等同助长网络犯罪行为 力挺刑事警察局竞评专案 打击盗版非法行为 只要检举成功取缔一个销售盗版盒经销商 可获得奖金一万元 支持竞评专案 全力扫荡 非法OTT机上河 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鼓励民众反会选 建立干净的选举共事 跟国有日报社合作规划全国首创的 反会选法治教育漫画巡回展览 在辖区内的社区大学 国中小学以及社区等等重要据点展出 并且在昨天上午在淡水的社区大学举办揭幕仪式 漫画主角晓德有化身反会代言人 现场展示反会人形立牌 趣味性十足 年底九合一地方选举将在11月26号投开票 为了打击会选不良风气 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鼓励全民反会选 建立共同维持干净的选举共事 与国语日报社合作规划全国首创的 反会选法治教育漫画巡回展览 在辖区内的社区大学 国中小学以及社区等重要据点来展出 并且在昨天上午于淡水社区大学举办揭幕仪式 而漫画主角晓德也化身反会选代言人 现场展示反会选人形立牌 趣味性十足 那我们要利用这个活动来宣示我们打击会选的决心 那也提醒大家反会选理念 生殖人心的重要性 我们要特别呼吁大家 我们要在这个选举 我们要杜绝金钱 暴力 假讯息 境外势力 还有选举赌盘进入选举 大家共同努力把这次的选举办好 能够营造一次公平 干净 公正的选举 检察长表示 法务部多次强调这次选举工作终点 在于严查会选及暴力 严防假讯息以及境外资金的查办 所以选举地检署反会选漫画融合了严防假讯息 避免虚拟货币 行动支付 电子钱包等多元支付方式 有可能成为会选工具的各项主题 也希望大家共同了解会选不同的样态 提升全民共同反会选的意识 我们这次特别用漫画的形式来展现我们反会选的理念 我们就希望在我们反会选漫画到社区学校巡回展演的期间 能够让不管是学生还是社区的居民都能够接触到 也能够看到我们推广反会选理念这样的决心 让反会选这样的理念能够伸直人心 大家共同来办好这次的选举 士林地检署表示为了因应后疫情时期维持社交距离 也制作了反会选漫画动画版 除了现场的观展 也可以上网观看等丰富多元管道获得反会选的资讯 还有全民共同参与的爱幸福反会选有奖侦达活动 也欢迎民众到展览现场合照 并且上网参加有奖侦达 一起为年底的大选共同打造干净的选举 记者许端一大学采访报道 勇敢于远景平时都站在第一线为民服务 再加上疫情期间也很辛苦 就民众在新北市议员廖仙想的媒合之下 捐赠了家乡茶叶 也就是平邻的茶叶给这个细职警分局 感谢辛苦的远景们也为他们加油打气 远景站在第一线为民服务 接触民众的机会多 疫情期间也特别辛苦 为了慰绕远景们的辛劳 民众将自己家乡平邻有名的包种茶叶包 在这一天透过新北市议员廖仙想的媒合下 送到细职警分局 不管是花风下雨还是日晒雨淋 都要准时出勤 都要服务人民 因为最近又发生很多重大的刑案 还有包括今年疫情 上半年疫情非常严峻 四五六月的时候每天七八万例 其实警察同仁很辛苦 那我们也是市警小民一点心意 就是说关于社会 那也给我们的警察同仁跟长官 就是一点点味道的心意 警民一家 那我们的玻利斯大人 长期全心全力的守护我们的市民 那我想我们的市民也都感受得到 我们远景的一个用心 那今天我们的民众 为了感谢我们的同仁 在他们家乡平邻 把家乡平邻的民产 来分享 感谢他们长期以来的付出 那我想只要我们的地方上 我们警民长期有一个互相信赖 互相有好的一个沟通的一个环境 我们系纸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治安 一定会长期保持一个 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警民一家除了平时的治安交通维护工作 前阵子疫情严峻增加工作的负担 这些辛苦民众都看在眼里 而当天几时和了茶叶包 由系纸警分局长代表受证 并且颁发感谢状表示感谢 我首先很感谢我们租屋不动产 我们刘伦贵的先生 透过我们廖仙祥廖议员的一个 中间的一个协调 来给我们分局一个慰绕 那我想感谢对我们分局的支持 那分局这边会继续全力以赴 回忽我们社会 整个系纸地区的一个交通跟治安 再次感谢我们阿贵先生 谢谢 感谢 平邻包总茶很有名 热心的民众送来茶叶包 今年天气特别热 可以忍泡茶小小鼠一点点的心意 感谢新谷的普利时大人 也为他们加油打气 这场惠林细致采访报道 中原普渡刚过许多庙宇 都会有民众留下来的赞普品 而新北市淡水区清水盐祖师庙 庙方从做完中原法会之后 就有许多民众的赞普品 交由庙方来处理 而日前这个祖师庙将这些赞普品 捐给淡水有五间的医疗院所 以及安养院等等的机构 希望可以帮助到需要物资的民众 中原普渡刚过许多庙宇 都会有民众留下来的赞普品 而新北市淡水区清水盐祖师庙 庙方从做完中原法会之后 有许多是信众将赞普品 交给由庙方来处理 而日前祖师庙将这些赞普品 捐给淡水有五间医疗院所 以及安养院等机构 希望可以帮助到需要物资的民众 清水盐祖师庙是淡水在地最主要的信仰中心之一 里头供奉着蓬莱老祖 而庙方表示 祖师庙香火鼎盛 过去庙方响应师傅 也捐赠了许多的救护车 还有消防单位设备 为的就是要发扬祖师爷 济世救人的精神 这一次庙方总共捐助了四百箱的物资 里头有许多的食物 还有酱油等等 都会捐给包括了台安医院 北新医院 洪安医院 各一百箱 以及两间护理之家 各五十箱的物资 对于祖师庙的散举 医疗单位也表示感谢 而庙方也感谢这些将赞普品 留下的信众能够捐出 借由庙方的平台 来将物资捐助给需要的弱势 来帮助社会 记得许多一旦学采访吧 新北市经发局举办了 新北严选活动 开放民众网路票选 将征选出30家的特色商品 跟美食店家 目前的票选 已经进入最后白热化的阶段 透过镜头 一起来看看 深坑跟实定 有哪一些优质商品 跟店家参与 也欢迎民众一起上网投票 为了推广在地优质好物和店家 新北市经发局 推出新北严选活动 以网路票选方式 要分别选出30间特色商品 和30间美食名店 票选活动已经热烈开跑 我们共分为5个类别 要及超过450件商品参加 在8月16号到8月28号 只开放网路民众票选活动 欢迎大家一起用行动 支持你心目中的新北严选商品 新北严选活动 在商品部分有三大类别 每一样商品都非常有特色 而且具有在地化 像是盛坑老街内一间知名店家 就以自家招牌清真臭豆腐 和麻辣鸭血臭豆腐 参加票选活动 从卤制汤头就非常讲究 不论是红烧还是麻辣 都相当的入味可口 让人光闻香气 就食指大动 很入味 很有那种臭豆腐的一种特色 那清真臭豆腐来讲 很多人都做 但是专不专业才是重点 我们为什么会推广这个东西出来 因为非常专业 里面放的是精华火腿 还有我们在地的黑猪肉 然后这样子去做出来的一道美食 而深坑参加严选活动的 还有农会最新研发的绿猪笋水饺 采用在地笋浓优质绿猪笋 与上等猪后腿肉调配出来的完美比例内馅 不但可以吃到清脆爽口的笋丁 还融合了猪肉的甜香滋味 这个全国首创的绿猪笋水饺 在票选活动中 不仅展现了绝佳在地美味 更是来势汹汹的要抢下严选的名额 口味是非常道地 是跟其他的商品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能够充分展现出我们深坑四宝绿竹笋的特色 绝佳的宽广视野 这家位于石定山区的知名休闲园区 不但能欣赏壮丽的山景美色 还提供了艺文创作展览空间 而园区餐厅提供的餐点 以无菜单料理为名 采用当地当季制作美味料理 这次休闲园区除了参加美食店家的票选 还以手工豆浆奶酪 报名了特色商品中的风味美食 台湾国产的中都的黄豆 有机黄豆 然后来研磨 加上我们石定好水 去做成的豆浆 搭配鲜奶 还有一些洋菜粉 去制作的一些豆浆奶酪 所以做成的时候 它非常的滑嫩可口 新北严选网络票选 开跑一周就超过了十万人次参与 将于8月28号截止投票 票选进入了最后白热化阶段 参与活动的店家纷纷卯足全力拉票 也欢迎民众上网搜寻新北严选 为自己喜爱的店家和商品投票 记者陈小丹采访报道 至于双北地区有哪些最新的活动消息 也请看我们的生活看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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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